建筑师在异界通过冥想 建造了美轮美奂的完美王国 可在现实中的他 却是个怀才不遇的小屌丝 大家好 我是阿奇朵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俄罗斯科幻大片《异界》 男主维克多是一个建筑师 一天早晨 当他从床上睁开眼睛 差点被眼前的景象吓尿 整个世界的建筑都是颠倒的 并且残缺不完整 甚至连行人也是不完整的 不是少了半边脑袋 就是缺了一半身子 还没等冷静下来 他注意到一处建筑上 一个黑色形态模糊 具有简单人形的生物 正对自己虎视眈眈 根本来不及躲闪 怪物就向维克多急冲而来 就在维克多感到必死无疑时 一个三人小队凭空出现 成功把他救下 怪物并没有善罢甘休 卷土重来 维克多不得不跟着小队四处逃亡 一路上的慌忙逃窜 更是让维克多开了眼界 这个空间打破了所有的物理定论 从高处跳跃毫发无损 前一秒嘈杂的唐人街 穿过一扇门 转眼之间就到了水城维尼斯 明明是一跃跳进水中 结果却是往天上飞 落到一座高楼楼顶 而此时 后面的清除者紧追不舍 队长一枪击退了怪物 但手却被怪物的粘液灼伤 关键时刻 队友掏出手雷 与怪物同归于尽 这才暂时解除危险 但这种级别的爆炸 似乎也只能把怪物炸散 阻挡片刻 女主告诉维克多 他们所在的空间 是一个特殊的记忆世界 共同点就是此时正陷入昏迷 也就是说 此时的维克多也是昏迷状态 但至于自己为什么会昏迷 他却想不起来了 而且这里的时间也很诡异 现实中的一天 等于这里的一个月 那些黑影怪物 就是所谓的脑死亡患者 大脑没有意识 但身体保持机能 随后女主带他来到营地 认识了形形色色的队友 到了晚上 维克多通过梦境 回忆起自己的一些信息 想起自己是名建筑设计师 在参与一场面试后 发生了突发状况 导致昏迷 显然 三人搜寻维克多不是意外 而是被营地老大派去的 第二天 队长就操作机器人攻击维克多 他被打得惨不忍睹 效果很不理想 一能隐约出现一下 马上就消失不见 队长失望地感叹 维克多简直是烂泥扶不上墙 但迫于老大洋的压力 还是勉强让其跟着自己出任务 他们要深入一家工厂搜刮弹药 因为大家所在的营地并不安全 清除者随时都会光临 如果不是靠着炸药阻断营地进出道路 他们早就被啃食的连骨头都不剩 然而 这些被炸掉的通道 又因为记忆会被响起 而再一次复原 所以只有在恢复后再炸掉 这导致炸药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在队长的带领下 几人收拾行装准备出发 队友说 记忆中的一个基地里有炸药 但这个基地有武装保安守卫 都不是真人 而是记忆中的工具人 想进去就必须摆平保安 于是小队各显异能 一番激战后成功突入 来到在一艘潜艇面前 这艘潜艇装着满满的炸药 足足够他们用一个月 二话不说 小队开始拆卸鱼雷 但没过多久 先前的战斗还是引来三个消除者 危机临近 但此时鱼雷拆线还需要时间 队长着急准备撤离 眼看鱼雷就要落地爆炸 危机之下 维克多成功激活异能 短时间内 通过冥想造出一条钢铁滑道 稳住局面 回到营地后 众人点起篝火开会 维克多的异能是可以通过冥想 随心所欲建造任何建筑 羊喜出望外 他早就有过这样一个想法 他选好了一个安全地 要维克多利用他的异能 造一座安全岛 因为异界所有建筑都是人的记忆碎片 所以残缺不完整 而维克多的异能 是可以真正建造一所完整的建筑 所以只要建筑牢靠 就可以抵挡消除者的侵袭 说干就干 次日 羊就带领大家前往那一处选定的地方 但是路程中 尽管他们已经预先做足准备 但还是遭遇了大批消除者的偷袭 整个团队伤亡惨重 人们争相逃命 在逃脱过程中 维克多意外苏醒过来 他眼前的世界开始变色 渐渐变得完整 维克多瞬间离开异界 回到现实中 苏醒的他也找回了记忆 现实中的维克多郁郁不得志 由于风格前卫 根本没有人请他设计 这天 终于有一家公司想要找他谈谈 维克多和女友迫不及待驱车前往 原来这家公司看上了维克多建筑设想 而面是他的正是异界营地的老大杨 杨很欣赏维克多 毫不犹豫付下定金 维克多在实验室里 看到了一排排昏迷的人 瞬间变得怂起来 想要逃走 慌乱逃脱中 和现实中的女友一起出了车祸 最终昏迷 维克多现实中的女友 其实就是异世界里的女主 两人之前因为失忆 所以彼此不认识 另一边 杨的真实身份是名脑科医生 他发现人在昏迷后会进入异界 于是招募了很多人 用医学手段使其陷入昏迷 然后将他们带到异界 直言自己想要维克多在异界 帮他建造一座理想中的完美国度 为了女友和自己的安全 维克多只能妥协 希望完事后 杨能放过他们 所以再次陷入昏迷 进入异界 只不过杨在维克多昏迷前 给他注射了一种特殊药剂 能让维克多在异界保持兴奋 加强他的异能 再次回来 异界仍旧还在昏战 维克多冥想出高架桥救走大家 就当他准备告诉众人实情时 杨也再次主动昏迷 进入异界 维克多无奈 只能开始为杨建造他的王国 同时也是维克多自己现实中的作品 此时的他就像变成了上帝 随心所欲利用异能 现实中的建筑作品通过冥想后 一点点在维克多的手下被建造出来 短时间内 一座唯美的空中城市岛屿出现在众人眼前 美轮美奂的样子也着实让众人大开眼界 房子建完了 到了杨信守承诺放大家离开的时候 但是他却变卦 他认为完美国度的创造过程应该是一个秘密 不应该被众人所知 所以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他命令手下在现实中关闭维克多的维生装置 并挨个对众人进行灭口 真身死亡 异界中他们也就会消失 并且杨也注射了特殊药剂 此时他异能超强 众人的反抗也失败了 维克多想起了之前一个同行男子的理论 如果能通过梦境画面 在异界里找到自己在现实中昏迷的那个房间 或许就能逃离异界 让现实中的自己主动苏醒过来 从而结束这一切 可当他费尽千辛万苦 回忆起地点并赶到时 却发现杨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维克多冥想出一块石板朝安东砸去 却被轻而易举击碎 就在这时 之前被消除者感染的幻影队长已经变身怪物 他偷袭安东并将其置于死地 一场谋划最终成空 因为一旦在异界中死亡 现实中的他就是脑死亡 最后维克多还是和女友一起回到了现实 这个神秘组织却依旧逍遥法外 但是杨没有说错 维克多现实中是个失败者 尽管天才但太超前 他的建筑天赋只有在异界中才能得到完美实现 而经过这一次 神秘组织依旧没有放弃对他的招揽 他开始动摇了 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这几年 俄罗斯科幻电影的制作特效 可以说是飞速提升 甚至可以媲美美国大拼特效 整部电影视觉观感大气磅礴 给人身临其境的感受 喜欢科幻电影的朋友 还是亲自去看全片比较过瘾 绝对给你爽翻天的体验 OK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